备戰歲末消費潮 那麼支付業者的回饋 也包括像是辦集點活動 買額送零用金不稀奇 那麼也有業者祭出買車能百分之百點數折底 另外通訊軟體新服務也啟發發票管理團購功能之外 轎車服務也打造五星級的乘車體驗 手機輕輕易扫 發票立刻幫你整理 還能自動對角 通訊軟體LINE推出發票管家新功能 但驚喜還沒完 一搭上電動車 說過禮賓訓練的駕駛 立刻親切打招呼 車內瓶裝水 充電插座 通通有LINE TASY全新服務 打造五星級乘車體驗 堪稱計程車界的豪華商務艙 在價格部分其實只會是一般計程車的1.2倍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你多花一杯飲料的價格 你就可以體驗到商務艙的服務體驗 另外LINE PAY也積極擴大使用範圍 在特定汽車品牌 買車附訂 維收保養都能使用LINE PAY 付款或點數折底 滿而還能回饋點數 或是在迴轉壽司 掏出來結帳 也能享有滿而折底 更多的重點放在怎麼樣一直不斷提升我們的用戶的滿意度 讓他們覺得在這一個生活的平台上面有更豐富的樂趣和更豐富的這些用途 不讓LINE PAY專美於錢 接口支付辦起極點換接口幣活動 橘子支付則是攜手超商 祭出滿而送零用金 備戰歲末 節慶消費潮 支付業者紛紛出招 回饋再爆一波 期盼炒熱商機 解這麼大